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这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想你和大家听众分享下一个情况 未必很常见 但是一发生起来 都可能令到很多身边的人 有个很震惊 很震撼 但是如果懂得如何 可以即时用处理方法 用囤铃尿疗剂的方法 应该就可以安心一些 那个症状就是休克 可不可以袁先生帮我们说一说 比如休克的定义是怎样的 还有他有些什么症状的出现 而为之在医学上就会计定是一个休克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相信其实不少人都会遇过这些情境 未必是发生在他周围的人 但是有时你会觉得 知道某路上或者会所里面 有个人是休克了 这个都是我相信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听过啦 或者是 远远地见过 都未必遇到 未必在面前 但是突然之间在地铁那里 有些人聚在那里 有个人倒下了 这些都是某种程度的休克 那么休克怎么会出现呢 就是当我们身体的器官 或者组织 是缺乏血液的流通 和养分的流通 就会出现休克 那怎么会呢 通常就可能血的流失 或者脱水 或者我们的心脏是衰弱了 或者还有我们的微循环血管 是膨胀了 嗯 令到我们的血液的供应 去我们的器官 去我们的组织 就是不足 好了 那么休克有几种 有一种叫 败血性的休克 这叫做septic shock 那败血性的休克 通常是因为细菌感染了 导致 另外一种呢 我们叫做过敏性的休克 anaphylactic shock 通常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敏感的反应 那也有时候呢 是因为呢 是我们电击 导致的休克 那就是很明显 是捉到一些电流 是 或者是闪电 被雷劈倒 那这些会导致一种 就是电击性的休克 那当然了 一刻的病病症 正常呢 人呢 就会是纷纷欲碎的 或者很困倦 或者很迷茫 那手脚呢 通常呢 这些可能呢 是少少濕濕的 还有呢 是青啊 蓝啊 那那个蜜薄呢 和呼吸呢 都比较会快 和软弱的 OK 那在这些 败血性的休克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出现 发烧呢 或者发冷 OK 那在那个休克性的 就是个敏性的休克 那通常呢 就会出现那种激动啊 那人潮热啊 潮红啊 那个心跳得很快啊 那人麻痹啊 痕啊 呼吸困难啊 风烂啊 浮肿啊 咳啊 或者打一次啊 那这些都是 就是随着我曾经所说的 一般性那种的症状 那当然呢 电触性的休克呢 那会出现呢 是肌肉的极度抽筋 就是失了知觉啦 那心跳呢 或者心脏呢 或者心脏呢 啊 那也都呢 可能呢 是出现那个 呼吸停顿了的 那也都 在有时会发现呢 是那个触电的部位呢 是消伤了的 嗯 那当然呢 那当然呢 休克是一种急症来的 所以第一件事遇到呢 有你没有你先打了 救救救救先 那你才再用你的方法呢 是当时呢 是尽量帮助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患者的 那第一件事件呢 就 保持那个病人的温暖 啊 就是不要冻了 有些毛毡啊 通常都是或者一些衣服啊 可以帮他擒擒擒 那将他的脚呢 啊 就稍微提高 OK 高一点 那些血呢 就是多些 就是多些进入到那个脑袋那里 那里 那如果你发现呢 是有些地方流血呢 那当然呢 是施压啦 按住那些流血部位呢 那尽量啊 就是加速它的停顿啦 那 就看一下啦 那个病人的那个 那个 那个空气度 和呼吸啦 那如果是需要呢 就做那个那个 那个CPR啦 那个那个 心肺复苏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方法呢 令他可以 心跳 恢复回 如果需要的话 那 那当然呢 就是不要让一些东西进口 因为可能会 会转身的 但如果是同学疗法疗剂呢 通常我们一些 一种很小的 小小的水剂 有几滴 不足够的 那里就足够了 那这个是 同学疗法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这种的 在口服的 的药物里面 这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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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以用的 因为用几滴水都可以了 那么 通常我们都会把病患者的头部打折 方便他呕吐 不要把那些呕吐物吞下去 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都要进医院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要做吊针 或者某方面急救药物都可能当时需要 好了 我们在在场遇到 尽量都是我们继续望闻闻切 就是看病人的呼吸情况 看他的肺胸肯有没有呼吸的动作 而且看他的呼吸是否很快 是否很软弱 看一看人的肤色 面部、唇、指甲方面是否又青又蓝 看病人有没有出汗 尤其是手脚方面是否濕黏 如果懂得就看看他的脈膜 是否很快 或者是强度或者软弱 再看看他周围的环境 可以看到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他 好了 文文切就是听一下病人这么说 如果你听到病人说 我刚刚有个人想打劫我 所以我整个人就很害怕 害怕到死 如果这个病人是因为一种受惊而出现 那你想想到就是烏透 大家都明白烏透这个症状 如果你发现那个人 刚刚遇到意外 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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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但病人的心情就说没事的 没事的 继续想走 然后再多走两步一声就拉低了 记住这个疗疗就是什么呢 是阿尼克 三金车 如果那个病人感觉到很冷很冷 被一些东西盖着 我要包住它 这个是张老 这种阵型来的 如果你发现这个疗疗可能出去出得很厉害的 流血都很厉害的 那我们就会想它是China 了 金鸡南这个 如果它那个阵型就是 它可能游泳 抽筋 突然之间浸着 人们就把它拖了上来 它就觉得有打冷阵 又冬又行 而且就要用风扇搓一下它 有很多气 这个就是木炭 卡布拉麦克 如果那个病人 又冬又打冷阵又出汗 这个就是白黎劳 Rachel Album 有时候我们观察到 当时的处境和病人的表达的情况 都可以想到一些疗疗 我刚才说过那一只疗疗疗 有时候你都要看病人 问他你在哪里 你发生什么事 有时候他可能会告诉你 有什么导致他这样 很多时候自己可以问问问 都可以得到的 在急救那里 我先给大家几个指引 这个简单的指引就是 任何因为受惊 任何因为受惊 因为惊慌 或者是情绪的因素 引发的忧客 就在想什么呢 就是阿尼卡 那个烏头 OK 任何因为创伤 撞伤 撞伤 跌伤 受伤 或者流血 第一个是阿尼卡 OK 就是个生金车 好了 如果那个 任何人 当时是感觉到很冷的 又怕冷的 OK 但冷得来 其实呢 他是想喝冬东西 还有拿些风吹一下他 这个阵型就是 张老了 Camphora OK 好了 如果那个病者 当时觉得他 就是呼吸困难 就是好像 呼吸很急速 而且也是 喜欢拿些风扇 拿些线去撼一下 涼快 这个阵型就是 Carbo Vegetabilis 就是木炭 好了 如果这个休克 可能是因为被黄蜂针了 针了 是导致敏感性的 种种的 这个阵型就是 Carbolic Acid 就是炭酸 Carbolic Acid 好了 如果这些情况 是因为脱水 什么 因为出汗多 或者失血过多 这种这样的 液体的流失 而导致的休克 这个就是China 就是金鸡蜜 OK 如果当时的症状 人们就在休克 就不断地吐射 又吐又成 大汗淋 又吐又成 这个就是白泥露 Rachel Album OK 在这些紧急状态 我们用的疗剂 通常是用得更重 如果你手上 如果能够拿到200C 即分量比较高 或者1M 就是1000C 这样 这个就是可以用高一点 通常是用一剂 都可以见到有效 即是在急割情况之下 你一剂就应该见到效 好了 但如果你万一 我是没有这些 我手头 就是家里处来处去 主要都是30C 那你就用30C 密密地用 每5分钟 每5分钟 直到你看到有没有改善 通常你用了两三剂之后 如果发现没有什么改善 就可以转疗剂 可以转疗剂 可以转的了 通常可以这样说 同外疗化的疗剂 用得正确 是可以几分钟就见效 OK 如果你说死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急到我都不知道 用哪个好 那就有你无你 按你 或者木炭 Carbo Vegetabilis 这几个同外疗化 在遇到这些休克的情况 真的很好用的 可能的时能帮助到 你当时的情况 好 这样 这个就是要在 增分夺未来很紧急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用到那些疗剂 袁先生 不如你再详细一点 每一只疗剂 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 所以就让他们了解多一点的时候 可以用得准确一点 是的 在这么多疗剂 我都是用一些 由最紧要最多机会 最容易用得的疗剂开始 好 第一只就是 Anica 三金车 我经常都和大家 我有我们的病人 通常我们教他们 你什么疗剂都没有 什么疗剂都没有 有你无你 家里多放多几瓶 Anica 随身带住 有时候你在出街旅行 或者某某程度之后 遇到急症的 急救的情况 总之 起码你有Anica 在她身边 永远带住Anica OK Anica 通常有些意外 撞伤 创伤性的受伤 是非常之有用的 无论你流血 有什么都好 某地方到某地方流血 或者撞到或跌到 如出现可能 周身冤雨 而病人 通常觉得 躺平一点 头放低一点 会舒服一点 这个就是 生金车 安力的症状 另外一只 我曾经所说 就是 木炭 Carbo Vegetabilis 木炭 木炭 都是上了急症的休克 通常人是 崩溃了 崩溃了 很软弱 没有力 呼吸是很困难 觉得很难休息 不够气 通常在那边的人 打开走开 不要让他有多空气 通常一般都是这样 因为当你见到病者 因为伤者在那里 透气 你也觉得 要多放空气 或者用风扇 撥一下 这种情况下 也可能是 你见到 体液流失 最容易体液流失 这种情况 可能是脱水 这些方面 这个就是 木炭 Carbo Vegetabilis 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就会想 烏头 烏头 因为始终 遇到这些突发的事故 而令它受惊 某个程度上 受惊的元素 多数都会在 所以烏头 因为受惊的震荡而导致 通常他的症状 心跳都很厉害 也会有很多焦虑 就快死 飙汗 脈搏得非常快 很焦虑 很不安 就快死 这个记住 你觉得他的神态 很害怕 很害怕 就快死 那种烏头 这个第三个可以用到 还有一种情况 很多时候 人们受了蜜蜂 黄蜂 针身 出现一种敏感性的优客 当然 人们是青了 崩溃了 而且周身是冷寒 如果你知道 咦 他可以告诉你 我刚刚被黄蜂针了 这个就是 碳酸 Carbolic Acid 好了 另一种情况 的优客 就是因为体液流失 很大机会 都可能在行山那里 那些人可能是 在行山那里出了很多汗 这样 就出现这种优客的症状 也有机会 是一些败血性的 因为感染导致的优客 当时的情绪状态 通常是比较敏感一点 比较上就是 情绪好像很不安 很敏陈 而且他可能满脑子 还讲完那些天花龙凤 讲完那些幻想要做的东西 或者感觉好像有人要迷何轨 这些幻觉多了 就想到金鸡纳 China 这个是廖西 好了 接下来是章脑 章脑通常都是 这个表面症状 都经常会见到 有个人觉得很冰冻的 但冰冻得来 他就不想包住身体 他想打开身体 整身都觉得很冷 没有力 摸一下他的脈搏 就很软弱 差不多都摸不到 没什么脈搏 就是一种很严重的 崩溃那种症状 可能什么原因都好 可能受到空气的 环境的因素 感染受伤 如果你的症状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Camphora 是浆脑 冰冻 这样的 好了 跟着最后 就是那个白丽露 Maretram Albon Maretram Albon 都是这样的 他都是休克 他人直接坦了下来 他人就又 你看到他 是青青白白 OK 有冒冷汗 还有记住是嘔吐 有嘔吐 他发现非常冷 嘔吐得来 他都想吃酸的水果 或者酸的食物 或者领水 或者喝冰冻的水 你记住 他自己冻得来 但他都想喝冰冻的水 这个就是白丽露 OK 那我们今天 这大概七种疗剂 始终同化疗剂的疗剂 是很值得在家里避免 OK 早点买几十只 是常用的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会不断的 讲解一些 很常遇到的 健康上的急性的问题 那你最好呢 就自己能够 是即时处理得它 就是 好过呢 就慢慢进医院 或者来个诊所找我们 那医院能够当时处理得到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嗯 是的 那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上 都是提醒大家 就是家中常备一些的疗剂 一些套装在那里 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及早治疗 那好像刚才医生说 就是说 身边经常都戴着一尊 那个山金车 Anika 其实就真的很有用的 那大家想了解多一点 这个山金车 其实可以听回我们之前很多的节目 在很多的问题之中 都可以用到这个山金车 那这样 所以大家尝比一点 就不要等到 就是 出现了一些后遗症 一些什么才来搞的 那时候 那时候就会 将你的健康的指数 就大大的降低了 那都需要 多大的 effort 多大的能力 才可以提升 这样的了 ok 好 今天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的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有关疗剂 或者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by bwd6